大家好,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如果說你買了一部中古車之後 你買回來以後呢 你接下來要怎麼做 直接加油就開它,還是還需要做些什麼 那現在資訊很發達 我們要買一部中古車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來源 很多專業的中古車平台 專業中古車雜誌 然後介紹還有很多拍賣 很多的網友 很多車主自行賣它的中古車 那中古車有很多種選購的方法 我們在網路上可以查到很多資訊 譬如說 哪個螺絲怎麼樣就是拆卸過 哪個地方什麼防水膠條 你把它拔起來 你把行李箱的杖板 地板地毯掀起來 怎麼樣辨認泡水車 怎麼樣辨認事故車 這些資訊大家都看太多了 可是就以我個人的經驗呢 我在保修廠做專業的祭司很多年 如果你不是做這一行的 我要賣你一部撞過的泡過的車 太容易了 你看過再多資料 你爬文爬再勤快再豐富 我都有辦法 把一部有問題的車賣給你 為什麼 你要拔一個防水膠條 你拔起來的時候 如果中古車商說 先生你不要亂拔 你如果不買你不要拔 那你不懂你這樣拔會拔壞 請問 你其他 各 防水膠條門邊什麼 你敢拔嗎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 那假如說你要把地毯掀起來 掀起來是很簡單 但是你裝回去如果沒密合 那中古車商叫你賠 你怎麼辦 很容易讓你打住不要動 那有個螺絲拆過了 哪個地方有問題 你說老闆這裡螺絲重新拆裝過 這有問題 那如果說 這個賣方他告訴你說 這很正常啊 拆起來 因為這一塊有點傷 所以呢 我們把它重新拷 起鎖回去 當然螺絲有拆卸過 或是噴漆的痕跡啊 那 下一句你要怎麼接 我相信沒有人知道要怎麼接 所以你就會被專業的人 糊住了 那假設就算是你敢拆裝 你敢跟老闆說 這個車是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的時候 一般人常常都會因為 其實自己心裡蠻喜歡 或者是找這部車 已經找了好一段時間 於是你就下手了 那所以呢 經過這些經驗呢 我發現 那麼多教大家如何辨識一部中古車 其實大家能夠真正做到的 大概百分之十 我覺得就算不錯 其實百分之九十 你還是要請很專業的 那我們在這邊推薦 我們沒有廣告的合作關係 還是推薦德國萊英 你花四千塊 請專業的機師 幫你去看車 有沒有泡水 有沒有事故 里程有沒有問題 由他們幫你看 那請德國萊英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 我問過德國萊英很專業的機師 包括他們的總監 德國人 他說一部車子 如果說 你沒有把它用 頂高機頂起來 你沒有看過底盤 從底下看這台車 你鑑定出來的 成績呢 你鑑定出來的結果 那是有瑕疵的 很多東西 必須從底下才看得到 我有看過很高級的車廠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你有一部車 如果說你要賣給中古車商的時候 中古車商會不會把你的車頂起來看你的底盤呢 如果你有買賣過中古車 你有賣過中古車給車商的話 他們一來看到我這部車 看一看 他可能就說 30萬 25萬 他馬上就能開架 多少年 有沒有天窗 有沒有DVD 有沒有ABS 幾顆氣囊 馬上就能開架 你這台車我給你收20 他不用把底盤撐起來 什麼都不看 他就可以開架給你 那相對的 他會不會買到泡水車 事故車 然後他自己不知道呢 當然是會 可是他能夠開這個架 就是說 不管有遇到什麼問題 他能夠處理掉 然後轉手給下一個人 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說你有賣過車給車商 或是有業務跟你回收過你的車子 你就知道 看車子是沒有撐起來 只有買方 才會請專業的人士撐起來看 所以這樣子的觀念 我們就可以曉得說 買一部中古車呢 爬文其實 只是增加常識 那 對於專業呢 真的要請專業的人去看 不知道專業的人在哪 沒有認識這樣的人就花錢 這是最快的 好 現在我們來進入我們的主題 我們現在就是 買了一部中古車 那我買進來 我已經買進來了 不管他有砲過有撞過 反正我就是買進來了 買進來了 接下來我該怎麼做 我要加油 然後就上路嗎 其實不是喔 中古車進來 現在有兩種模式 第一個模式是我最推薦的 就是說你跟原廠認證中古車的車行 其實他就是原廠開的 原廠的車商呢 他們的中古車 他們認證部門買車 他可以提供你什麼 他可以提供你很完整的維修紀錄 保修狀況 然後還有他的 裡面的里程 他的保固 然後他裡面的零件 他可以給你最完整 然後呢 我們原廠認證中古車 大部分都會收兩年以內的新車 太舊的車 中間有沒有回原廠保固 中間有保養的紀錄 有落差 有斷層的 或者是車況不適合他們接 因為他們接近來 他們還是要針對新的車主做一些保固 不管是再加一年的保固 半年 或是三個月的三大保固之類 他總是要付出一些風險 所以呢 他不會收太舊的車 如果你要買中古車 你不想透過德國來因 你不想自己看了喜歡 然後跟車商談了以後 然後呢 還要找一個專業的人來幫你鑑定 你就找原廠買 因為原廠至少他有基礎的保證 他有很多資料呢 是你不需要要求 他必須要提供給你看 好 那我們現在在講 那些車主以外 你可以知道你的車 之前的保養紀錄到哪裡 剩下你就照著他的里程 照著他的使用 然後繼續走他的保養路線就對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跟一般車商一般車主 買了一部車 如果說這部車只是兩年之內的話 有很多東西你事實上是不用去碰 可是我們買中古車 很多朋友呢 其實我只要15萬 買一部車代步 因為現在摩托車一部也要七八萬 那我不如加一點錢 我買一部車 15萬 10萬 買一部車 那那種車大部分都是已經用了10年 那用了一個蠻高的里程數 那當然很多時候 我們買的就是比較便宜代步了嘛 那所以那樣子的車子 他基本上的年限 可能是10年以上 8年以上 很正常 然後很多基建呢 可能都需要更換 那我們入手以後呢 我們也查不到他原來的記錄 因為他已經不去原廠保養 一般來說車子過了保固期 就不會去原廠保養 這是很正常的 然後呢 他原來車主沒有回原廠 他到路邊保養廠去保養 那他也不一定會把所有資料都留下來 他也不會去記錄他保養過什麼 還有一點就是說 像這樣的車主呢 他的車子要進入中古市場 他有時候是透過車商 我要買新車 那他的舊車就被回收了 那他有時候是 直接就把車子到車行賣掉 當然一個人要賣一台車的時候 他不會是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想到說 我明天早上要賣車了 我給他賣掉 然後後天就被你賣 就這麼好 然後於是上個禮拜的保養 他還保養了 沒有 大概我們有心想要換車 或者是賣車的時候呢 大概前面 數個月 或者是上一次 前一次的保養 我們大概就會比較懶了 我們會覺得說 反正我車要賣了嘛 這次保養就不去了 這是人的心態很正常 所以我們買來的車子 很有可能是 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好好保養 那車商在跟我們試駕的時候呢 有些車商 有些車主跟我們試駕的時候 狀況還蠻好的 基本上呢 有些東西我們一開始沒辦法看到 例如說 他的機油可能有一段時間沒換 油壓的狀況 裡面的 油的黏稠性不是很好 可是事實上 有時候車商可以在引擎室 引擎裡面 加了一罐很濃縮的 很黏稠的一個機油精 就可以讓他引擎聲音 聽起來小聲一點 他就 润滑還不錯 他不用去換油太麻煩 加一罐很便宜的 50塊錢 搞定 那自排變速箱 基本上換檔順不順呢 這個狀況 我們很難去界定 這個變速箱 換起檔來有什麼問題 我們去試駕 我們感受不到 除非你是很有經驗的車主 或者是 對於開車很有一套 不然一台車開出去 到底他的定位有沒有跑掉 他有沒有經過什麼 我們很難了解 所以呢 我們進來 我們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們把該換的都換掉 今天我接了這部車 雖然他是12年的老車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當作新的開始 我就要去 從頭 讓他跟著我的保養計畫來走 我保養計畫就是什麼 每5千換機油 然後呢 2萬公里就會有大保養 4萬公里可能有更大的保養 包括 引擎使用正式皮帶的部分呢 我們還到 正常的里程數 或是正常年限 我們就要去更換 那我們下來跟大家介紹 有什麼地方 我們必須要把它 立刻做一個更換來整理它的 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就是 一部車的引擎室 那基本上 我們現在所說的 你已經買了一部中古車進來 你要整理 我所謂的整理 不是說那個地毯有點髒 要不要噴點白博士 洗一下 那個 它的椅套有點怎麼樣 要不要買個新椅套裝一下 那個都是很表面的 但是看個人的喜好 你喜歡乾淨一點你就換 覺得還能接受你就不要換 現在講的是它裡面 你看不到的 基本上車子一買進來呢 你不知道它前面的狀況的話 機油一定要換掉 機油換掉了以後呢 它的水箱水你一定要換掉 因為水箱水是很容易讓人忽略 尤其是老車 老車基本上 駕駛人的習慣就是如果說 它沒有水溫高 或是水管的問題 或者是冷卻風扇的問題 水箱水很多人都不換了 裡面髒的要死 你一換裡面都是鐵鏽 那你必須換新的水箱液 然後放在裡面 然後呢 關於動力方向盤的動力油 這要不要換 很多人說要換 這個倒是可以不用換 為什麼 因為動力油它本身裡面並沒有燃燒 它裡面並沒有因為高熱 激炭 它的油只是攻擊它整個動力方向機 建立油壓 然後呢讓你動力方向盤 讓方向盤很好打 所以呢 它油這個倒是不用換 可是如果你要換的話 也沒有多少錢 它大概就是兩瓶的油量 然後加上工錢 大概就是六七百塊 也不貴 然後剎車油 剎車油在這邊 這裡面 當然位置每台車不一樣 剎車油一定要換掉 你不管它前面是做到哪裡 或者是怎麼樣 你只要不知道它前面換過沒有 剎車油一定要換掉 因為 我曾經遇過一個狀況就是 一年 大概一年半沒有換剎車油 車子很少開 可是有一次我爬山 下山的時候踩剎車 踩踩踩踩 到山下的時候剎車失靈 我全力踩剎車 車子還慢慢的給我乳行 慢慢的滑 滑滑滑 終於停下來了 幸好是很空曠的山區 然後呢 我就休息20分鐘 再上路 剎車自然好 剎車油一定要換掉 那很有問題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電瓶要不要換掉 基本上電瓶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免加水的電瓶 它大概壽命就是兩年 我遇過那麼多車子 它的壽命大概兩年 它有一天就壞了 那免加水電瓶上面有一個指示器 有些加水電瓶上面也會指示器 上面顯得綠燈 或者是白燈 或者紅燈 它會告訴你說 什麼燈號就是正常 什麼燈號就是不正常 其實 那僅供參考 千萬別信它 它如果是綠燈 它有可能在下一秒就壞掉 它如果是白色的 它還可能再用了半年都沒有問題 那電瓶 我們要不要換它呢 基本上 電瓶一台車進來了 它的電瓶 我們先看 它的電瓶液的高度夠不夠 如果電瓶液的高度 是夠的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開 那什麼時候呢 我們需要換它 電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說 你今天開車的時候 你發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電瓶好像有點遲緩 它本來應該是一轉 啾啾啾啾 就發起來 就發起來 可是你今天上車的時候 你一轉 啾啾啾啾 就發 這樣子才發動起來的話 代表這電瓶有點問題了 你可能開出去 開開開開 開到你公司 停下來 或是開到一個7-11 你在門口 熄火 買個麵包 再上車 你再發 它就壞了 它沒有說 今天有一點點發不動 然後明天又變成 更有一點點發不動 然後情況慢慢惡化 它沒有 它是讓你感覺它情況有一點不順 然後下一秒就是給你完全掛掉 電瓶就是這麼很奇妙的東西 我遇過很多車 我自己換過很多個電瓶 每一次掛的時候 都是這種狀況 都是我還能開 結果呢 下一秒 我熄個火 過5分鐘再發 就沒有了 那所以呢 如果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再去換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全新 你是原廠買的車子 你會知道你電瓶什麼時候換過 你可以去估算 差不多兩年 可是事實上 很多車子可以用到三年 四年的都有 那我們不能說兩年就有問題 那我們把車子的電瓶 車子開到原廠 我們說 我不知道電瓶要不要換了 給我做一個電瓶測試好 電瓶測試是什麼 電瓶測試 它把電瓶測試機 正負機夾起來 然後呢 它就啟動了那機器 啟動機器啪一下 它給它瞬間放電 瞬間的 大量 大電流 大安培的放電 測試一下它的充放電能力 啪一下弄 本來這個電瓶已經用了一年半 它還可以再用一年 可是呢 它的狀況也沒有新的那麼好 可是經過電瓶測試 這樣搞一下 它就壞了 這個東西呢 當然 如果是生產這個電瓶測試的廠商可能會說不會 可是 就我個人的保修經驗來說 這樣子搞壞了不少顆電瓶 只要你電瓶不是全新用了一年多兩年 測試一下 測試的那一次就是把它搞死的那一次 所以呢 就我的經驗 你可以不用去測試它 它快要不行的時候 你發動 你會覺得它有一點點遲鈍 趕快去換 不要拖 那一顆電瓶的話 目前大概從1700的大陸製 韓國製 到2000 3000 4000 5000都有 當然原廠的電瓶是比較貴 那你到外面的電瓶行 材料行 電瓶材料行 它會幫你換 幫你安裝 你只要付錢 這是很輕鬆很簡便的 那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個電瓶材料行 你可以跟它拿一張名片 因為相信很多開車的車主都會知道說 如果電瓶沒電了 要找人來救也很麻煩 找人來救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你馬上攔路邊的計程車 它下來它就會幫你接電 因為每個建設司機都會買電瓶線 它會幫你接 那這個費用大概是200塊 那也有些司機 它開價比較好一點 它會給你收100塊 幫你接個電發動 你就可以開去換電瓶 那有的收到200 超過200 你就攔下一台計程車 因為你知道滿街都是計程車 所以不需要跟它在那邊撒價 你太貴了太便宜了 真的臉紅脖子豬不用 下一台計程車 你會遇到一個200塊以下 就請它幫你接電 那你還可以給你附近的材料行的老闆打電話 它會提一個急救電瓶來幫你接一下 立刻幫你換掉 這是很迅速的處理方法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到 這些東西 油品大家都知道要換啊 那還有什麼地方要處理 還有你車子要開的順的話 你不管是手排變速箱 自排變速箱 CVT變速箱 你把它的變速箱的油換掉 這很重要 因為變速箱的油通常來說 至少要三萬四萬才會建議你換一次 那你不知道前一個車主 是什麼樣的使用習慣呢 你就必須把它底下的變速箱油換掉 讓你換檔也比較順暢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空氣濾清器 這個很簡單 這個自己打開來 看一下濾網有沒有髒 有髒了自己換掉 那空氣濾網換掉就沒事了嗎 沒有 它後面接過來 它這裡面有一個節氣門 節氣門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清潔 當然 我絕對不建議車主自行清潔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汽車材料行有在賣 所謂的化油器清潔劑 它有腐蝕性 噴進去所有積碳一下溶解 看到節氣門很髒 買一罐化油器清潔劑 或是節氣門清潔劑 啪啪啪 噴噴噴噴 然後激碳全部都溶掉 全部都 流掉了 然後拿布擦一擦 覺得今天幹了一件大事 很不得了 節氣門 裡面現在 都是電子式的 有一個叫做 怠速的控制馬達 它是一個 布徑馬達 這布徑馬達 裡面是有潤滑油 然後有一些油風 有一些 橡膠 然後呢 它的怠速旁通管道 也會激碳 你用化油器或者是 潔氣門清潔劑呢 你去噴噴噴 是可以馬上把它溶解掉 是沒有錯 但是它的那些油風 或潤滑油脂 也會被洗掉 破壞 下一步就是 你開了覺得很順暢 沒有兩三天 你發現怠速抖動 怠速不穩 就是因為你的怠速的 布徑馬達 它的潤滑油沒有了 它本來要一步一步 兩步兩步 就是 它本來呢 應該是有 前進後退 會有一個很精密的控制 可是呢 你把它潤滑油洗掉 它就故障 這個呢 我在保修廠的經驗裡面 遇到很多 車主自行去洗這裡面 然後呢 布徑馬達會壞掉 沒有怠速了 然後呢 修一個怠速馬達 幾千塊 然後呢 除了潔氣門的地方 機碳要清潔之外呢 你裡面 引擎的燃燒室 燃燒室這個 這裡面呢 你要請人來做一個 燃燒室機碳的清潔 燃燒室的機碳呢 大部分現在有 泡沫式的是比較多的 火銀塞拆起來 然後呢 噴一點泡沫的藥劑 然後呢 腐蝕了裡面的機碳 然後抽掉 燃燒室的機碳 清潔的時候呢 你就順便把你的火星塞換掉 那火星塞換掉 這些過程 包括換機油 你一次就要處理好 為什麼 因為你在用這些藥劑 去清潔你的燃燒室 換火星塞 清潔你的潔氣門 這些機碳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些藥劑 流到你的油底殼 你的機油的油槽 那你的油底殼 你的機油 如果是新的的話 留下去 那不就是讓它裂化了嗎 不好 那所以呢 你一拿來要整理的時候 它是舊的 你不知道機油使用多久 它是舊的 你就做這些動作 然後到最後 順便把機油再換掉 那你這個部分 引擎的部分 就算整理完畢 然後你的變速箱的部分 也整理完畢 你的進氣的濾網 也整理完畢 然後你的剎車 那個部分也OK 然後剩下呢 我就講到 剛才說動力方向盤 你可以考慮 然後電瓶 你就等它壞 那大家可能還要想說 我是不是要檢查一下保險絲 計電器 都不用 有東西壞了 你馬上就知道 那也有人會說 那我是不是要換一下皮帶 皮帶的部分 基本上呢 現在的皮帶 不像這台車 這台車很空曠 你很好下手去摸 摸皮帶 這個東西也有風險 所以不建議你親自去做 皮帶有問題 它會有聲音 或者是皮帶用了 會有一些軸塵 反正會有雜音出來 那時候你再去考慮它 不然皮帶 你可以先還一下 可是呢 有一個狀況 你必須要做 就是 你買來的車子 假如說 你只有買兩年車 那就算了 你買的是一部五年車 五年車呢 我們現在都知道 我們常常看到的 車上五年車 它可能是寫很少開 然後只跑兩萬公里 那就我側面 認識了一些 經營中古車的朋友 他們有講到說 調表 調里程數呢 這是在所難免 那當然啦 請不要對號入座 就是 有人是這樣說啦 在所難免 那個里程是在所難免 會被調整 所以 你根本不知道它原來里程是多少 所以你買了一部老的車子 不管它寫兩萬三萬四萬 你只要買來的這部車子 它是超過四年的車齡 你一來 你就把證實皮帶換掉 所謂的證實皮帶 不是你看得到的那幾條皮帶 證實皮帶 躲在引擎的旁邊 躲在裡面 它是有殼子封住 你看不到 把它換掉 那為什麼要換掉 一般來說 證實皮帶 有的原廠規定五萬 六萬 七萬八萬都有 那不管它規定多少萬公里換 證實皮帶一斷掉 引擎一定就是會停擺 可怕一點的高壓縮比的車 你的車的壓縮比超過十 你的證實皮帶只要一斷掉 你的活塞就會撞向你的氣門 把你的氣門撞爛 撞歪 那撞的情況嚴重一點 如果是怠速的時候撞壞了 還可以換一下氣門 就算了 如果是你在高速巡航的時候撞到 有時候撞了 裡面每一支氣門 進排氣全都撞了 有時候連氣缸頭的拆卸 都很麻煩的話 整個氣缸頭要換掉 一個氣缸頭 沒有十萬塊 如果回原廠沒有十萬 你是出不來的 所以呢 你必須要把證實皮帶先換掉 那你在拆證實皮帶的時候 你就會先拆到外面所謂的 冷氣的壓縮機皮帶 發電機皮帶 還有Lilicoco一大堆 那很多歐系車 美系車 它外面的皮帶 現在都是一條 不像日系車 會有兩條或三條的這種做法 外面 歐系車呢 美系車有的是一整條很長 那一整條也可以換掉 不過那一條大概都要一兩千以上 不便宜 那證實皮帶本身 也要一兩千 它的工錢甚至也要兩千塊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你的車如果是證實鏈條 暫時可以不用考慮 證實鏈條 你只要正常的駕駛 基本上呢 它大概到你換車 大家都不用再去換 那你如果換證實皮帶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證實皮帶的張力器 它去控制那皮帶的鬆緊度的張力器 也順便換掉 因為那個東西用久了會有雜音 用久了它可能會震動 它可能彈性會疲乏 那處理這個東西呢 一次你就要讓它到位 為什麼 你現在不處理的話 你外面皮帶不處理 張力器不處理 有一天它壞掉了這個零件 你要拆一次 那我剛剛講的那些工錢都不便宜喔 你要花幾千塊搞這個事情 所以你一開始整理它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 我換一個證實皮帶加張力器 加外面的壓縮機或發音機的皮帶 全部加起來可能要五六千 甚至六七千 一次把它搞好 這是你一開始拿到一部中古車 你必須要整理的部分 你一定要記得 然後呢另外 就是輪胎的部分 那輪胎很好觀察 輪胎呢它上面呢 有很多像這種 它的安全的警示線 我們現在看到這組輪胎呢 它已經磨的 差不多已經到它的警示線了 那我們當然啦 其他不用看 它的胎紋深度不夠 我們就可以考慮把它換掉 不過也有一些情形就是說 因為車子要賣之前 我們剛剛講 它不會是昨天晚上睡覺 突然想起來 它明天要賣車 你也不是馬上就買到 它可能有一段時間 這想法有一段時間 所以它輪胎可能保養上面呢 就比較不注意 它的胎面邊上如果有均裂 有一些小裂痕 像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上面呢 有一些細細的一些痕跡 在這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 它的品質不是很好 我們可以去換掉 為什麼原來的車主 有可能不去換它呢 因為 現在一條輪胎 隨便一個185或195的 你沒有2500、3000 你可能買不到 一台車四條輪胎來說 至少要1萬塊 這是一筆大開銷 這筆做一次保養還要貴 所以呢 很可能它在輪胎上面會疏忽 你在買車的時候 如果你運氣好 你跟車商 或者是什麼樣 凹了一組新胎 那就沒話說 它也有可能是 裝了一組中骨胎 人家換下來中骨胎裝給你 因為你不知道前車主用什麼胎 你看到胎反而是舊的 他用中骨胎給你 自己看一下 那至於輪胎上面 什麼有型號 幾年幾月 第幾週生產 那個我們就不再教大家了 那個網上的資訊很多 可是呢 第幾週生產 就算是去年的 你只要看到胎面有均裂 或什麼胎礦 不好 你可以把它換掉 這是跟安全很有關係的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要把煞車油換掉 換煞車油的時候呢 有一個部分就順便檢查 就是我們的煞車來令片 就是所謂的煞車皮 到底還夠不夠 那煞車皮夠不夠呢 其實 但是以現在的鋁圈來說呢 還有現在的碟盤 的這種 不是古煞的前碟 或者是四輪碟煞的模式 我們可以自己 評估我們的煞車皮要不要換 可是呢 很多時候 煞車皮到底要不要換 我們並不曉得 因為 技師就告訴我們說 老闆 你這個車子 前後煞車都都不行了 怎樣怎樣的 一定要換啦 沒有 多危險多危險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的資料都是說 煞車來令片 低於多少mm 就是怎樣 問題是 煞車來令片 厚度低於多少mm 我怎麼知道 我沒事身上帶了一個尺嗎 我告訴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剛剛有看到 這個來令片 我們從這個角度呢 我們慢慢放大 我們現在放大以後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就是它的來令片的外面的鐵 然後呢 裡面就是接觸我們碟盤的部位 裡面那個位置呢 就是接觸我們的碟盤 那我們就看囉 我們從這個位置去看 假如說 它裡面的來令片的厚度 跟我外面的那塊鐵的厚度 已經差不多了 就代表這組來令片呢 大概可能再使用個5000公里 你就可以考慮去更換 如果低於這狀況 它已經很接近很薄了 那你就要考慮說 那現在就把它換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齁 我們看到的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這個卡鉗呢 它是一個單活塞的卡鉗 單活塞是什麼意思 它這個碟盤的裡面 外面都是有一個來令片夾著我們的碟盤 然後呢 它在靠內側的地方 有一個活塞去推 推那個裡面的那一片 那因為它這是一個鉗子的機構 夾在這邊 它一推呢 就讓整個機構變成一個擠壓 擠壓的狀態 它事實上推的力量是從裡面產生 所以呢 如果說你看到外面的來令片的厚度 是這樣子的厚度 裡面那個厚度呢 會比較薄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主要實力的那一塊 來令片的那一片 在內側 所以我們看到它如果厚度差不多一樣 大概再開一下下就可以換 當然啦 你預算夠 你現在就可以換掉 不過如果說 你看外面這個狀況 它是低於這樣 它已經有點低於它那個鐵的厚度的話 你現在可以馬上換掉 那另外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的後輪是一個古式煞車 就像現在這樣子的模樣 它是一個古式煞車 你完全看不到 那你就必須把輪子拆下來 當然是請計師做 把輪子拆下來 然後呢 它外面的這個 古式煞車的這個外殼把它拿掉 好看一下裡面的煞車皮 那煞車皮的厚度 參考 也一樣是比照剛才的那個方式 可是呢 後輪的古煞 它跟前輪的煞車皮 它們的壽命呢 相差很多 前面一組煞車皮 如果正常遵守交通規則的開法的話 你可以開到五萬 四萬五萬是OK的 一組前疊的來令片 可以用四五萬公里 那後面呢 後面我跟妳講 你如果照標準的 前面可以用到五萬的話 後面用十萬是沒有問題的 我說的是一個古煞 因為呢 我們在煞車的時候呢 我們整個車子的重心會往前移 我們的車子的前輪會很吃緊 然後煞車會磨耗很大 後面呢 基本上呢 它佔我們的煞車的比例 就是它的比例大概頂多三分之一 所以是很輕微的 所以它的來令片呢 它的煞車皮的壽命是比較長 可是我們必須把這個殼子打開來 才看得到來令片的厚度 然後呢 打開來才看得到 煞車分磅有沒有漏油 因為早期的車子呢 像這種古式煞車 它的煞車分磅是比較容易漏油的 然後順便可以裡面做一個清潔 那這就是我們的煞車部分的整理 所以呢今天我們的介紹 大家都可以發現 我們介紹的大概就是車頭的部分 還有輪子的部分 那這個是跟我們行車很有關係 還有跟我們開起來 那有沒有影響到安全 這是最重要的 那相關頭燈怎麼換 燈泡怎麼換 然後裡面的小燈怎麼換 然後裡面的電動窗按鍵壞掉了 那怎麼辦 那個都不在我們所謂的 這次說的整理 那個東西是顯而易見的 你直接可以到車廠 有開關不能按壞掉了 那你就換掉 就這麼簡單 那這些整理呢 是你買中古車之前 你必須要考慮到 你買來了 這個前面的保養狀況來源 你不清楚的狀況下 你就必須要經歷這些 然後從現在此時此刻開始 因為呢 你買了這部中古車 你很有可能不會回原廠 因為很多人買中古車 包括我自己 我也很喜歡買中古車 因為我都會拿一個本子 每一次保養 我就會做紀錄 譬如說幾年幾月幾號 保養了什麼 花了多少錢 是幾公里的時候做這件事 那久了我就知道 我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什麼時候沒做 那我可以參考車主手冊 他建議的里程數 來做我的這些保養 那還有一個關於油路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汽油濾清器 在車子下面的汽油濾清器 你一買來 你也可以換掉 因為很多人的油箱裡面 事實上是有很多的鐵鏽 然後裡面是有水分的 然後事實上我們的油紙裡面 會有很多雜質 然後我們的汽油濾清器呢 就很像摩托車的濾油杯 裡面都是鐵鏽 然後都是一些混濁物 你要把它換掉 那沒多少錢 如果回原廠的話 了不起五六百塊 如果是進口車的話 了不起一千多塊 都沒有多少錢 如果你到一般保修廠 他很樂意幫你換這個東西 也不過兩三百 那換掉的話呢 他再下一次換呢 他不會是五千換一次 你大概等到你換車的時候 你再換就可以了 因為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買了一部中古車 那你不希望說他很多毛病 你一開始一定要去整理它 那我在這邊呢 還告訴各位朋友一個觀念 就是說 如果說 你是從來沒有開過車 然後你只是看一看汽車雜誌 然後你要買一部中古車 然後就想要 開始 怎麼樣子去照顧你這台車 然後對它有什麼評價 那有一個觀念 你必須要建立的就是 有很多東西都叫做消耗品 很多人買來了以後 就會講說 我一買來 那車子很爛啊 爛透了 那皮帶就壞了 皮帶是消耗品 我一買來 那個大燈都不亮了 燈也是消耗品 我一買來 電瓶又怎麼樣 都是消耗品 煞車皮是消耗品 我今天講的 那些東西全都是消耗品 你平時就要換 就要去保養 那包括它的水溫 它裡面的節溫器 節溫器事實上也會壞 只是說它不容易壞 那有很多車子 我們說以前的歐美車 它很多的小毛病很容易壞 是因為 我們本來認為五萬公里 可能才需要太舊換性的東西 它可能使用一萬公里就壞 我們就會說 那個車毛病很多 那事實上呢 那些東西都很容易壞 可是有些東西像電動窗開關 按下去 拉起來 它本來就不大應該壞 但是呢 很偶爾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計程車 有電動窗開關是壞的 因為大家可能不是很愛惜 然後還有 如果說你的車子開起來 你在開的過程中 你都要聽到前面的底盤底下 不管是有Cocococ 啦啦啦啦 什麼聲音 那都無所謂 那底盤底下一定有東西壞掉 壞掉的東西 不外乎是方向機的墮感 不外乎是你三腳架的球頭 你的墮感 然後你的合上頭 然後你的避震器的上座 或是什麼 不管是這些哪一個部分 出了異音 你去更換的時候 你都要做四輪定位 那四輪定位的話 也是我們如果入手以後 你如果換了一組新輪胎 那你也要馬上去做四輪定位 因為你四輪定位 定完了以後 你才能確保你的輪胎 角度不要跑掉 會有吃胎 那四輪定位的話 如果說一般 一千二、一千五、兩千 大概這個行情範圍都有人在做 四輪定位有一個觀念 你花五千塊四輪定位 跟一千二的四輪定位 是不是五千塊比較耐 大家都會有一個觀念 加油我要加九八的 九八比九二好 九五比九二好 那個心碗值跟豪壞沒有關係 體煉出來只是心碗值差異 相對的 你做四輪定位 五千有沒有比一千二、一千五好 其實如果說你遇到一個坑洞 車子一過去 一彈跳你的定位角度跑掉了 五千跟一千二的彈跳 角度跑掉機率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 它所做出來的角度呢 一樣是經過底下調整螺絲 下去調整、下去鎖、下去固定的 那除非你是有特殊用途 你做的角度是有另外加工 加墊片或是另外焊接東西 或是加什麼襯套的 什麼環上去 然後所以呢 它的價錢不一樣 那就沒話說 如果說你什麼都沒有改裝 你不是因為改裝目的去做四輪定位 你想說我要做三五千 然後比一兩千的強很多 這個觀念也要改 你如果只是正常的定位的話 它底下的調整螺絲去調的話 不用花那麼多錢 因為你遇到一個不好路況 或是使用一段時間 你常常走那些工地的路面 車子一直震動震動震動 定位很快就跑掉 這跟你花多少錢沒有關係 另外就是 成為一個新的車主 或是你入手一部車 那車子當然不比新車 有些地方不順 那有一個觀念 我要跟大家再做一些溝通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車子有積碳 那我剛剛為什麼要介紹 你要清燃燒式的積碳呢 你要用泡沫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去清 那為什麼不在高速公路上標一下 或者是狂踩一下油門 讓這個燃燒更完全 然後把積碳排掉 這個東西我可以跟大家講 大部分都是以而傳而 為什麼 如果說你的燃燒式 你的活塞上面有積碳的話 你大踩幾下油門 標一趟 欸 就比較順了 那我告訴你 那是你的噴油系統有問題 本來不順是因為你噴油不順 你去往噴油那邊去查 如果說你這樣踩一踩 然後跑快一點 狂飆一陣子 然後你的抖動 你的不順就好掉了 不是說把積碳燒掉 因為為什麼 我們做保修技師 我們都知道 把車子的氣缸頭拆下來 你的活塞 活塞環 你的氣門 你的活塞頂部 全部那些積碳 如果你沒有用藥水 沒有用牙刷 大力去把它刷下來 你光踩幾下油門 就能夠把它燒掉 那未免也太神奇了 那一定要用藥劑 泡沫式的是 不用拆到你的 引擎的氣缸頭 然後下去 然後讓你的那些雞碳腐蝕 再把那些 髒掉的藥劑抽出來 那如果說你要做 真正的引擎大的 剪修或者是大修的 那種模式的清除的話 那全部拆下來 都要細細的清潔 才刷掉那些雞碳 雞碳基本上 只要附著在你的活塞頂 燃燒室 氣門 氣門座 基本上很難弄下來 就算 現在坊間有很多的掉點滴 我們來用清潔噴油嘴 然後滴滴滴 然後燒掉雞碳 燒掉雞碳是誇張 可是把噴油嘴上面的一些膠質 把它清掉 那倒是有 所以有時候 因為我們做了某一件事情 原本預期的那個故障反應呢 得到改善 我們就以為這個事情是對的 其實 大採旗下油門 油路變順了 不是雞碳被燒掉 那雞碳附著真的燒不掉 是你的油路系統 你應該去檢查 要嘛就是清一下油路 那基本上呢 如果說你買了一台車 它的油路系統是有問題的話 朋友嘴有問題的話 這個機率也不高 就以日系車來說 如果正常好好的開的話 它大部分 不順 引擎抖動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它大部分都是進氣系統 油路系統低一點 然後你說是雞碳 然後必須要狂呸一下 這個觀念 我以前也有這種觀念 可是從保修廠出來以後 我看過很多活塞燃燒事 不是那樣 大材幾下如果能燒掉的話 那保修就太簡單了 不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相關車子 如果你買了一部中古車進來 你也把這些加上去 其實這樣子整理的話 認真整理一下 輪胎不算 大概也要一萬塊 一萬五 這中間上下 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 那它又可以讓你有不錯的感受 然後可以再開幾年 不過這中間我們必須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一部老的車子 如果你買的是一個七八年十年的車 它接下來會壞的就是它的水管 它的冷卻系統的軟管會壞 然後它的風扇可能會壞 然後它的裡面有一些油管可能會低油 那都是正常 因為你買的就是一個 在很熱的引擎室裡面好多年的東西 然後你買了 如果說你買了一部八年的車 那你希望它什麼東西都不壞 那一個人八年可不可能不感冒一次 連人都 人有抵抗力啊 有免疫系統都會感冒 那何況一部車 你如果買中古車 你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說法 你不能接受 那你一定要去買新車 從一開始就是只有你 然後到最後 謝謝大家